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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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興 弟兄我能夠再次來把上帝的話語 QT的心得 來跟大家分享 願我所分享的 能夠帶出上帝的亮光 成為我們生活當中的一個應用 讓我們這次吃喝上帝的話語 我們對上帝越來越有信心 在新的一年 我們經歷神更大榮耀的作為 Amen 耶穌叫門徒來說 我憐憫這眾人 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裡已經三天 也沒有吃的了 我若打發他們餓著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 因為其中有從遠處來的 門徒回答說 在這野地從哪裡能得餅 叫這些人吃飽呢? 耶穌問他們說 你們有多少餅? 他們說七個 他吩咐眾人坐在地上 就拿著這七個餅注謝了 剝開,遞給門徒 叫他們擺開 門徒就擺在眾人面前 又有幾條小魚 耶穌注了福 就吩咐也擺在眾人面前 眾人都吃,並且吃飽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 有七筐子 人數約有四千 耶穌打發他們走了 隨即同門徒上船 來到大麻努他境內 法利塞人出來盤問耶穌 求他從天上顯個神機給他們看 想要試探他 耶穌心裡深深地叹息說 這世代為什麼求神機呢? 我實在告訴你們 沒有神機給這世代看 他就離開他們 又上船往海那邊去了 好,感谢主 我們在這段聖經裡面 我們剛剛所讀的聖經 是耶穌能夠讓四千個人吃飽 那原始這是一個很大的神機 那我們就看見 當神機要發生 會有一些配合的條件 或是人的信心 還有各方面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在上帝那裡 他怎麼讓神機發生呢? 我們看到 在這段聖經裡面說 這些門徒們跟隨耶穌 聽耶穌講道 指望耶穌有什麼樣的 很大榮耀的作為呢? 所以已經有三天之久都沒吃的 他們真的是好有毅力 好有吸引力 他們可以三天不吃飯 跟隨耶穌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可以有那麼大的魅力跟號召力吧 這個是五千人就跟隨耶穌了 然後耶穌就確實 就透過這樣的一件 看見他們的需要 真的就讓他們的能夠 得到餅的供應 得到魚的供應 讓他們都吃飽了 讓他們都吃飽了 然後我們看到 所有的神機要行出來之前 到底上帝的心是什麼呢? 我們在這段經文裡面看到了 這是第二節這裡說的 他說我怜悯這個眾人 我怜悯他們 所以當耶穌的怜悯 是出於愛 當耶穌的怜悯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美好的事情會發生 他不會只有同情心 而沒有能力 我們可能很多時候是叫愛莫能助 但是當耶穌的怜悯的心腸發動的時候 他一定會堵三井 一定有美好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我感謝上帝 我們就看見 在所有的這些背後 當我們指望上帝行神機在我們身上 行神機在我們周圍很多需要的身上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心腸 就是要體貼耶穌基督的心腸 要擁有耶穌基督的心 就是什麼心? 就是怜悯的心 就是愛的心 就是一個不忍人受苦的心 所以當我們看到很多的需要 我們為這些禱告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禱告 不是只是彰顯上帝的榮耀 讓他們來信耶穌 我們為這些人禱告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當我禱告了 哇這個神機發生了 哇我得到好大的名聲 我好有能力 我好有恩高 所以世人的眼光都在我身上 我的教會就不斷的日漸的增長了 好像到一個地步 我們好像失去了那個怜悯的心 失去那個起初的愛心 我們總覺得反正上帝你聽禱告 最終你得榮耀我也得榮耀 不 我覺得我們仍然都要回到一個怜悯的心 不僅是我們的心是怜悯的心 我們更是要體會耶穌基督怜悯的心 所以當我們是出於一個怜悯的心 來為他們禱告 真的是體會到神愛他們 神可憐他們 神不忍心他們受苦 這樣一個背景 我們來祷告 我們來求神蹟 我們求在那許多受苦的人的身上 不管是被鬼附的 被毒品所附的 在很多在失婚的 在很多的病痛的當中 我們說主啊 我們要你的怜悯的心 臨到他們身上 你讓你來解脱他們的痛苦吧 求上帝給我們 永遠都是一個這樣的心 我相信 當我們有一個這樣怜悯的心的時候 我們的禱告 上帝未必照著我們的禱告成就 但是上帝會垂聽 會照著我們怜悯的心 讓上帝的怜悯發生在他們身上 所以哪怕一個癌症的人 禱告沒有好 或許他得救了 或許他也因為他得救了 他減輕他的痛苦了 他現在與離世與主同在 好得無比了 所以神蹟不是發生了 一定要病得医治 但是他可能得到解脱了 他得到安慰了 那最重要的 我們所有服侍主的人 我們千萬不要失去怜悯的心 單純的心 Amen 是的 弟兄姊妹 我們真的看見了 到底我們求神蹟 我們的需要是什麼 我們的動機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有一個怜悯的心 要體會到耶穌基督 那個不忍人受苦的心 我們要從怜悯的心來出發的 好 同樣的 我們就看到一個很大的對比 就是到了十一節之後 當這麼大的神蹟顯出來之後 可能這個名聲就傳遍了很多了 然後這些法利塞人也都聽見了 但是法利塞人仍然懷疑 或仍然否認耶穌之前 行的那麼多的神蹟 沒有從這些神蹟裡面 來認識耶穌的能力 從哪裡來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上帝的兒子 他的幸福 他的歸福 耶穌基督 沒有 我們看見 法利塞人仍然出來 仍然在挑戰耶穌 仍然說 之前我看到的 我聽到的都不算 而如今我要你們 我要耶穌你真真實實的 接受我的挑戰 從天上顯出神蹟來給我看 所以這裡 法利塞人出來質問耶穌 否認耶穌到底你憑什麼行這些事 他說除非你現在 從天上顯現神蹟給我看 我才幸福你 我覺得這裡就是一個試探 這明明就是一個試探 我們知道耶穌 他不是無緣無故顯神蹟的 不是我把神蹟顯出來以後 讓你知道你看我多麼棒 你們要服我 不是的 就像撒旦挑戰他 耶穌在聖殿山的時候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你就可以讓石頭變成柄 對不對 你若是神的兒子 你就可以從聖殿山上 墊底上跳下來 我們就相信你是神的兒子 這些都是用神蹟來證明自己 上帝不用神蹟來證明他自己 如果我是上帝的兒子 我不需要靠神蹟來證明 我神蹟行神蹟出來 我是為了要怜悯這些人而行出來的 所以這些來 他們就是挑戰耶穌試探耶穌 他知道耶穌不會 隨著他們的起舞說 好你要我就行給你看的 所以或許他們就要抓住這一個 來挑戰耶穌說你看吧 我叫你行神蹟你就行不出來 證明你不是上帝的兒子嗎 這是不是一個很惡毒的詭計呢 要讓耶穌做違背他的真理 違背他的信念的事情 當他做不出來的時候 就說你不是上帝的兒子 好像有人要我說 你有本事你就去殺一個人 我才證明你 你真的是有種啊對不對 你殺人是違背信念的事情 我為什麼用透過殺人來證明 我是有種一樣嗎 所以他們是強耶穌之所難 我們就看見一個神蹟的動機 我們不是要藉著 行出所謂的神蹟讓人來相信 當一個人動機不純正的時候 我們就求上帝來怜悯他 甚至在這個環境之下 耶穌也不會隨著他們來起舞 不要忘了 當真實的神蹟顯出來的時候 人家欲加之罪都何患無辭了 當我們看到耶穌行出很多神蹟的時候 結果法利塞人怎麼說 他是靠著鬼王敢鬼啊 當一個神蹟耶穌因此怜悯 釋放人的時候 竟然法利塞人會說 他是靠著鬼王敢鬼 所以當我們看見 我們看到當我們爭的時候 這些神蹟顯明出來的時候 那是為了神要憐悯那一些被憐悯的人 那周圍看見的人 如果他有單純的心 他會把榮耀歸給神 但是對那個絕對不信的 那個惡意的心不信的 那個就是拒絕耶穌是主是基督的人 再有這麼大的神蹟 對他們來講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主耶穌基督說什麼 所以這個世代你們要求神蹟 再也沒有神蹟給你們看了 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 就是除了最終我的神蹟 就是死裡復活的神蹟 你們若再不相信 我就定了你們的罪了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世了親愛的天父 透過耶穌基督給我們 何等美好的教導 所有的神蹟的動機 都出於上帝的怜悯 而不是想要用神蹟 來證明什麼事情 主耶幫助我們 我們不要用神蹟來證明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我們是上帝所拆派的 主啊我們所有的動機 都是出於愛的 在愛裡面 神蹟就有可能發生 謝謝你教導我們 奉耶穌名祷告 Amen 我們今天見面 我們對我們 我們要不要用神蹟 走 來證明 我們可以拆派的 我們要用神蹟 你看到神蹟 我們要用神蹟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